男友 初晨 作词 作曲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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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风声在傻傻作响 敲打着谁的惆怅 思念在一瞬间生长 再忘了也多漫长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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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我 上师已经把担忧 给浅浅了吧 送给他了 那便好 好什么好啊 你看看你的样子 堂堂天族太子 不光没了一只手臂 现在还耗尽了 毕生的修为 你呀 若想要继任天君 收得起那天雷荒火 也不知道要等到 什么时候了 这些都不重要 是啊 都不重要了 重要的是你心中 那只小狐狸 他什么都不知的情况之下 欢欢喜喜救了他师父 对吧 怎么不见你那小儿子呢 你这父君 都快命丧皇权了 他也不来床门哭一哭 阿丽是我一手带她的 但是我最怕看见她哭 所以一回来 我就派人带她去临山法会 避开我 确实 你这又当爹又当娘的 实在不义 不义啊 不义啊 先使 是 你醒了 如今真的是好得差不多了 我睡的这几日 你一直在旁边守着 你可还觉得 哪里有什么不舒服吗 不知现实可否记得 我父亲在四海八荒 张天那榜单上的内容 记得 谁若能治好殿下 就可以嫁入西海为妃 当时父君张榜时 我就没有同意 虽然现实生得极美 但是 丁佑爱的并不是 现实这样的模样 你 当真没有什么不舒服了 现实意不解代地照顾我 我很是感激 如不是殿中的侍女同我说 我真不知道先使的心意 这样的事 也只有在二弟带给我的 戏文中看过 没想到 戏文中的故事 倒是应了我们 听侍女们说 太子殿下来此看过先使 既然殿下对先使有益 先使何必又将一颗心 放在我身上呢 说得也是 我何必将心思 放在你身上 大 大大 大师兄 你就别笑话我了 你可知道 我这段时间 依不解代地照顾你大哥 方才他同我说什么 说什么 他呀 对我千恩万谢 顺便婉拒了 我对他的一番痴心 大哥他情窦从未开过 你看他的眼神 又似看师父 难免他会多醒 你要不变的话 要不然交给我照顾 反正他已经醒了 没什么大碍了 如此便好 那就有劳大师兄了 方才我去探了他的脉搏 很是平稳 等一下你用追魂术 再探查探查 是否哲言的仙气 真的平稳了 再好好养护师父的元神 好 那我先走了 怎么了 可是师父的元神出了问题 你且随我来 二皇子 守在这里 不能让任何人打扰我 是 你去吧 我也对大哥施了仙术 他已经睡熟了 你轻轻用追魂术试一试 一试便知 是 上回进来 只有蝶雍一缕微弱的仙气 是养护着师父 此番 养护师父的这片仙气 却十分庞大汹涌 我根本无法进他的身 这样强大的仙力 非几万年精神的修为 不能念成 看来师父的行转 也是指日可待 可护养着师父的这片仙气 却并不是折眼的 这仙气 汹涌又沉浸 内敛而又磅礴 这是 叶华 我和太子殿下相识数年 很清楚 那就是他的仙气 难怪 折眼来的时候 欲言又止 难怪他身上没有半点伤痕 他根本就没有去过应州 他为何要这样瞒着我 士气 你先别慌 太子殿下先发拙人 他一定是担心你不敢收下丹药 所以才让这颜送过来的 你怎么了 是吗 殿下 身体已无大碍 不需要小仙继续调养了 麻烦二位跟水君说一声 小仙有急事 要先回桃林了 是 这位上神风尘仆仆 到天宫所为何事 我来探望天宫太子殿下叶华君 请上神在这儿稍等 让我去洗武功通报 稍后见到白浅上神 什么都不准说 若是上神追问什么 就说本君这些日子都忙于正午 是 是 这位小仙娥我略有印象 可是在太子殿下书房中当差的 你们君上他近日如何 现在在做什么 君上近日甚好 方同贪狼 巨门 连针几位兴君 亦是弊 现下正在书房 候着上神的大驾 才丢了过万年的修为 今日便能稳当地 坐在书房中议事 恢复得也太快了些 不过如此看来 倒没什么大碍了 你来了 坐吧 坐吧 这是什么 刻把时针之前 用追魂术 进入西海水军 大皇子的元神时 跑了个神 咳了两口小心 我知道你照顾孟原心情 但也要多照顾着自己 若孟原醒来你却倒了 那不是本末倒置吗 你猜我在大皇子的元神里面 看到了什么 暮云 你能告诉我 守着神之草的那四只凶兽 长什么样子吗 真是 折眼给我的丹药是你练的 对吗 你的修为现在还剩下多少 好吧 是有这么重的事 帮你去看看 警装远的意思 我去看守着神之草 那是你 我就是想 emergen 我灵巧一点 或许能补一头 回来给你训养 无聊时可以逗个闷子 正好你闲的时候颇多 你这番话 说得何其轻巧 我仍记得我阿爹 从盈州回来的时候 周身伤痕累累 那丹药耗费了你多少年的修为 你托折颜送过来的时候 为什么要瞒着我 竟有这种事 折颜没跟你说那颗丹药 是我亲自炼制的 这种事果然不该交给他吧 白白让他抢了我的功劳 你放心 你放心 我天生修为便比一般嫌高些 从前天君也读给我不少 炼颗丹药没什么 小事罢了 我看你今天端茶倒水 一直都在用你的左手 你的右手 是不是应该动一动了 只愧我自己大意 只愧我自己大意 去绳枝草的时候 被陶雾那时候咬了一口 不过没什么大碍 妖王已经看过 将养隔把月就可以回复 叶华 我都活了这么久 自然晓得你是在鬼扯 可我也晓得 你这一番鬼扯 是为了安抚 既然是这样 那我就放心了 浅浅 我有什么能让你不放心的 都是你自己 那位西海大皇子 刚服了弹药不久 怕会有些反复 你却在这个时候上天 当心出差错 看他这强大的精神 大约也撑不了多久了 你说得对 那我就先走了 你好好养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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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会让他去 それ以后就会让他去 那时这个都是 好养伤 不是 说的 非常养伤 我这样子 留恢复 你不问我 只是那些驴 你只会在这天 有点养伤 要去桃林芒一些 还还还心神 到底是怎么回事 你能不能跟我说清楚 我现在很着急 你就一点都不能跟我说吗 说一点点也可以啊 你不说我可走了 我真的走了 我现在就走了 我现在就走了 绝尚 绝尚 军尚怎么下床了呢 哲言上臣说过 军尚这身体需要好好静养 最好不要下床走动 你这夫君年纪虽轻 策划事情却稳重 他要你去守劫破灯三日三夜之后 就给天君递个折子 说东海营州上生长的神枝草 怎么样怎么样的有违仙界法度 还立了许多道理 请求天君准他去 将营州上的神枝草 一概全部毁了 天君看了身以为然便准了 后来他身受重伤回来 天君还以为他这个孙子 落到如此田地全是败那 看守神枝草的四头凶兽所害 天君身毁自己高估了孙子 当初没给他多派几个好帮手 也就是因为有了这个折子 天君他怎么想都不会想到 夜华竟然是为了你 才落到如此田地 你说说 他是不是策划得很周详 难怪他离开西海之前 一直告诉我 让我连续三日守着大皇子 寸步不离 我还在想他这么闷的一个人 怎么会突然变得如此啰嗦 原来 他是想让我安心留在西海 自己独自一人去营州 你不必担心 我已经给他上了药了 养着就是了 只是手就废了 倒也不是废 你看他身上 我给他做的假胳膊 现在完全不能用 但是养个万把千年之后 渐渐培养出灵性能 或许可以将就着用 他这个人怎么这么傻 他觉得他是你的准夫君 你签莫约 他能帮你还便还一些事 还要我瞒着你 因为他太了解你的性子 怕你知道那个丹药 是他耗了大半的修为炼出来的 肯定不肯用 他虽与我相处的时间不长 却倒是很了解我 他是很了解你 有些事情必须你明白了 才能圆满地解决 我有什么不明白的 还不是他瞒着我 是啊 哪知道你一向 不是很仔细的个性 这回被你察觉的 不过叶华这个凡是 以自己一力承担的个性 我倒是颇为欣赏 是个铿锵的性子 他七万岁便能将陶悟 穷齐那四头凶兽一概斩杀 前途不可限量 只是那精纯的修为 他说散就散了 还真是可惜了 我就知道 陶悟是个有不器的凶手 一旦咬到什么 就会连皮带骨头 一起咽下去 他还说那是小伤 事已至此 就让他先养着了 你再担心也是无味 今晚你就在这儿歇了吗 我还是去他身边守着吧 你现在去又能帮他做些什么呢 最多就是守着他罢了 就算只能做这么一件小事 我也想立刻去他身边 守着他 就是怕你这性子 要不就是枉费了他 瞒着你一番苦心吗 你放心 他既然有心瞒着我 我装傻便是 既然如此 那你就去守着他吧 我这里还有一些 养神补气的丹药 你顺路也一并带上 嗯 嗯 你这么傻定住我做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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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你这样很好看 你不是在西海照看大皇子吗 咱们三更半夜匆匆跑到我这里 莫不是大皇子出什么事了 爹庸没什么 我一下去 将他的事情了结了 我主要想到 你的手受伤了 可能端茶倒水不是很方便 所以想过来照看你一下 听见 过来 不好吧 我 还是在团子那处 集集一遍好了 今晚你早点休息 我明天再来看你 如今我只有一只手 如果你不愿意 可以承开你 我今晚 能占用你一半的床位吗 你这个身量 还占不了我一半的床位呢 你先去船上 都不愿意 你一定是坐下 你睡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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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八处 我们可以一起盖着被子 坐在床脚睡觉 这个主意不错 你都知道了吧 你还是像我长一样 见不得人情 我是不喜欢见别人人情 睡了吗 睡了 睡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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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河水转红 上空同域密布 也要见红莲夜火 这是老义军快要回来的争择啊 听说的 听说了吗 老义军要回来了 老义军要回来了 咱们一剑要变天了 走 老义军要回来的事 早就要回来的事 早就听说了 不知这次传闻是不是真的 老义军要回来的事 老义军要回来的事儿 老义军要回来的事儿 你也不怕被砍头 走 老义军要回来的事儿 老义军要回来的事儿 白浅上神 竟偷入紫辰殿 回娘娘 千真万确 军上睡觉时 店中还没有她 可奴婢深夜取天油灯时 分明听见了 那位上神的声音 和军上低于着什么 奴婢不敢多留 便退了出来 你要日夜留意她的行踪 随时来告诉本宫 是 娘娘 新奴 你说这位上神 是不是太不顾天族规矩 上次回来也只在喜无辜 从未说去拜见天君 大殿下和乐须娘娘 后来说走就走 这次呢 说来又来了 娘娘 奴婢一位 她就是太瞧不上娘娘 是 她是瞧不上我 那日她教训我 是不是说了 她是青秋的白浅上神 哪怕军上见了她 要按后辈规矩行礼问安 她也是受得起的 连军上在她眼中都如此 又何况我一个小小的侧妃 那我们可怎么办 如今她还没与君上成婚 就如此小看娘娘 倘若日后嫁进来 那娘娘 岂不没好日子过了 自从她出现 我也与她明着按着诸多交手 都落了下风 不过本宫 找到了一个 她致命的弱腻 不过本宫 找到了一个 她致命的弱腻 她的弱点 娘娘发现了什么 她的弱点跟我一样 就是对军上动了真心 所以本宫的弱点 就一定会是她的弱点 待我找个机会 好好和她聊聊诉诉 你醒了 睡得怎么样 有你在身边 自然是好的 你呢 我有些想团子了 你失去 今 今儿刘霞开发会 领报天尊登坛说法 终于把阿里带去凑上她了 我已经让嘉云去及 明天就该回来了 团子还这么小 你也不怕把她闷着了 阿里去凌善 只是为了吃鸩茶 况且还有成羽陪着 你觉得她会闷着吗 我真是佩服你这个做爹的 何处自言 你让他去灵山 是为了不希望他看见你重伤的样子吗 今天做了的话 我想吃饭 你看看 我去看你 我去看你 你还比较草 你还要干吗 你还这个时候 被人扎脱得不好 你有一味道 这么些果汁 该够娘亲吃了 是 是 真是累死我了 是帝君和领导天罪 快快快 快开 阿玲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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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远古的众神 我们一个个都应了劫 身归混沌 如今所剩无几 我说帝君你 也算是应劫了吧 算是吧 诸心之劫 诸心之劫 诚语你怎么了 从刚才偷听了地 真的怕就不高兴了 诸心之劫 你知道什么是应劫吗 就是杜劫呗 神仙不是老杜劫吗 父亲说过 天生天养的神仙 鲜肥都是白来的 所以没事就杜个劫 让维皮两下才算公平 杜得好吗 就飞升皆品 杜得不好吗 就灰飞烟灭 不 应劫比杜劫更可怕 看方才领宝天尊的语气 帝君此犯 怕是危险了 危险 远古诸神 但凡是应劫的 没有几个能过去 或者说 应劫这两个字的意思就是 要生归混沌 生归混沌 要死了 帝君要死了 帝君自己不也说 算是应劫了吗 我还以为 帝君这样的神仙 会长长久久地活下去呢 连父神都会应劫 何况其他人 这可要早些 告诉封九殿下呀 杨妻也是个上神 她也总有了应劫的一日 怎么办 这日子 是过一天少一点 谁都一样 小殿下自然是要抓紧时间 孝敬娘亲 对快 我们快回天宫 让父君带我去寻娘亲 走 那儿 还没问题 祝我 这也穿着 偶尽 慈离 有险 有险 我 不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好花凉 前世你怎设想 这阴海情茫茫 还故作不同多样不坚强 都是假象 亮亮月色为你思念诚恳 花作春你恨顾着我 浅浅岁月浮满爱人羞 翩翩芳飞如水流 亮亮天一连月一生花色 落入凡尘伤情着我 神节一渡情节难留着旧的心 还有几分前身的恨 亮亮三生三世恍然入梦 许多年风干泪痕 若是回忆不能再相认 就让尽分落九尘 亮亮水里何时还会穿上 有剑树下一盏风寸 我花又已流水无尽 别人暗怨爱恨 两头麻花的船 无声缘千尝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